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包民 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 落马公司有一个新发明 只需要100亿美元1万发导弹就可以打垮中国 最近美国头号军火商落马公司宣布自己发明的一个新战术 可以一举打垮中国 美国空军只要出动140架B1、B2和B52战略轰炸机 580架C17和C130运输机 飞到亚太地区的关键海域 大规模的投射落马公司研制的AGM-158隐身巡航导弹 就能够大量摧毁解放军的舰艇港口和空军基地 一枚AGM-158只要100万美元 发射1万枚不过需要100亿美元 就能够把中国给赢了 落马公司的战术基于速农项目而建立 速农项目也就是空射托盘式的弹药项目 美军在2019年底首次提出 核心理念是利用运输机客串轰炸机 使用搭载多枚巡航导弹的远程托盘化弹药系统 在防气外通过空头的方式完成发射 实现对敌纵身精确打击 2022年美军用C-130运输机实施了速农的发射实验 它的原理很简单 把四枚巡航导弹打包在一个包装箱里 用降落伞把它扯投出机舱之后 在空中稳定姿态 然后再把导弹发射出去 这个技术美国空军早就用过 在多次导弹防疫实验中 把弹都是用这种方式从运输机上投出去的 美军之所以会想出这种办法 也是因为轰炸机部队不断缩水 没有足够的空中发射平台 但速农项目并没有大规模的推开 美国作为一支全球机动的部队 空运司令部的任务也很紧张 甚至是比轰炸机部队的任务还多 在和平年代 美国空军的运输机也忙个不停 要把人员装备物资在各个基地之间运来运去 如果真的发生了中美之间的全面战争 需要向中国投射一万枚以上的导弹的话 那么美军的其他领域 其他方向上的备战 那将是相当忙碌的 怎么可能抽掉出极北架运输机来做这种事情 除非美军打算通过一波流逝的作战 就能够把中国完全打垮 而第二导链是比较吸收 用得上的只有关岛 不可能一下子部署这么多的飞机 所以这些攻击飞机 大多数必须从美国本土起飞 横跨太平洋 经过多次空中加油 抵达第一岛链以西的发射正位 然后再折返 这中间要经过多次空中加油 才能够返回美国本土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第二个问题 加油机部署在哪里 美军可以采取的航线有两条 一条通过北太平洋 沿着阿流神群岛飞行 把加油机部署在歇明亚空军基地备用 空中加完油之后 往日本海方向飞行 在日本上空或者是日本海上空投射导弹 那么另外一条航线 就是先从美国本土飞往太平洋中部的夏威夷 空中加油之后 飞往关岛上空 再一次空中加油 然后飞往台湾以东洋面发射导弹 再原路折返 要保障这将近两千架飞机的航行 美军需要动用所有的加油机都无法完成任务 把整个西太平洋的航空军基地都动用起来 也无法容纳这么多的加油机 美军或许可以考虑 真用第二岛链上所有的民用机场 这些机场都是起降大型宽体科技的 跑道长度和宽度都够用 可以起降大型的加油机 但这么做的前提是什么呢 就是解放军在摧毁了第一岛链 美军基地以后就不动了 安安静静地看着美军在第二岛链上折腾 仗打的这个份上 双方都已经不需要有所保留了 解放军会放着第二岛链上的美军基地不管吗 会放任笨证而显眼的加油机不予理会吗 恐怕在他们能够起飞之前 就会收到东风快递了 如果没有了加油机 上面收的所有的这些美军的战机 连单程突击的油料都不够 其实美军也不至于疯狂到 搞千机一波流的这种程度 这样的想法就只是落马公司 为了刺激美军而提出来的 希望他们多买一些AJM-158 订货量大一些 2024财年美国军费预算打算采购550枚 AJM-158导弹 单价高达173万美元 用它改造而来的海军型的远程反舰导弹 AJM-158C采购量只有91枚 单价甚至达到了701万美元 所以落马公司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万发 单价100万美元的长期采购的报价 至于说万诞吸中国的做法 不过是为了引起舆论的重视而制造的噱头罢了 好 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